美丽健身房 教練張軒圓也可以教Eva 那這裡有邀請到兩位喜歡健身 但是算是健身菜鳥的來賓 我們首先先歡迎Ana 哈囉大家好我是Ana 我們最近開始在健身 所以就是想要來請教專家 怎麼樣使用隊的氣態 最後一位是我們的軒軒 哈囉我是軒軒 很高興來上這個節目 剛開始大家想要健身 不管是想要針對體態來講也好啦 或是針對就是想要有運動習慣 那其實一開始大家都有擔心說 健身房會不會有點可怕 或是就是不知道怎麼使用這些東西這樣 其實我都會自己一個人去健身房 就是我覺得這樣時間的調配 跟練的那個休息的主速比較自由 就是我反而不太會害怕自己上健身房 就是不會也會有尋常教練可以問這樣 因為那些器材一開始是真的蠻疑惑的啦 就是比如說什麼握舉啊 然後因為器材看起來就是冷冰冰的 然後也感覺好像會把把地壓死 所以比較疑問就是不知道怎麼使用那些精神器材 嗯就通常會先從下肢的腿推開始 對就是可能就是坐在上面 然後用腳推的一些器材 或是再做胸的推也可以 就是推的通常大家會比較順手一點 可能拉的話會比較難 所以通常推的話會先建議 就是一開始還不會使用器材的大家 可以先從推的開始 我覺得接下來也是會蠻多人有疑惑 像萱萱和安娜的話 你們有請教練嗎 萱萱有請教練嗎 嗯目前沒有請教練 可是未來如果有更多打算的話 可能就會請啦 對啊 那安娜呢 我目前也沒有請教練 但是之後應該是會請 因為我覺得教練會幫你調那個姿勢 我覺得蠻重要的 因為其實這樣觀察下來啊 可能很多人來健身房是大概百分之六十以上 是想要減重或減脂 但是對於其實要不要請教練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可以先有一段時間 先練習看看 可是你覺得好像過一段時間 怎麼都好像進步的幅度好像沒有這麼多了 或是覺得我想要再讓我體態更好一點點 的話建議是可以請教練幫助你在做訓練上面啊 不管是飲食上面的規劃 或是就是當然動作上面的規劃 會可以讓更有個方向 不是說因為有些人可能會想說 我請教練那我自己應該就是 就是上課再來就好 但是其實沒有 就是請教練當然就是一個輔助 就是讓你可以在訓練上面更有一個方向跟 就是一個規劃 但是就是還是要搭配自己的練習 嗯 那EVA這邊還會遇到什麼 比較錯誤迷思嗎 我通常會把就是健身房的人分為兩 就是男生跟女生先分開來講好了 因為之前股票可能不太一樣 那如果以女生來講可能會比較在意的是體重的部分 那其實大家對於女生來講體重可能會覺得 喔幾公斤 所以好像講出來就有點丟臉或是什麼 但是其實不用太在意的原因是像 你看五公斤的脂肪跟五公斤的肌肉 雖然它都是五公斤 可是它看起來的形體啊 跟對我們身體的影響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體重的話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但是不用太過在意 男生的話我通常我看到的狀況是 呃好像很愛追求重量 就是加重加重再加重 但是可能有時候一開始可能動作已經有點跑掉了 或是你的呃重心可能就是所謂在做的時候 重心其實已經不是那麼好的一個 就是所謂我們的行程的話 對於呃受傷的風險當然會提高 所以我們通常會建議學生先把動作做好再加重 就是不要以為說喔就我可以我可以 然後就繼續加重這樣 那今天就是非常謝謝EVA教練 來上我們這個Sports Talk來跟大家聊聊說 如果你是身為健身新手的話 要怎麼起步喔 那也謝謝兩位來賓今天的分享 那我們今天的Sports Talk就到這邊結束囉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謝謝 掰掰 掰掰 蘋果的新聞都是記者自己跑出來的 支持他跑得更好更快 屬於你的媒體 蘋果新聞網